黑人男子持枪走进了休斯顿市 希尔罗克福特大道6710号手机店实施抢劫 他让店老板打开收银机 被拒绝 店老板从容地把顾客叫出门外 然后把门从外面锁上 接着他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他没有抢到钱 只好拿几部手机 这时他意识到被锁在里面了 他开始慌了 掏出手枪朝着门锁开了四枪 听门锁被击中后的回声 我们可以知道这门相当结实 他想用身体把玻璃门撞碎 但是没有用 可以看到店门装了钢铁护栏 连玻璃都是防弹玻璃 他在柜台找到一把钥匙 非常欣喜地去开门 以为马上可以出去了 但是门从外面被锁住 无法从里面打开 他越来越慌 越来越急躁 一名路人听见响声凑上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店老板挥手让他离开 劫匪向这名路人求救 甚至跪下来求他 路人没搭理他 离开了 持枪入室抢劫 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重罪 不是几句对不起就可以算了 他崩溃了 急得手足无措 满头大汗 用衣服擦了擦 他向门外老板举手表示投降 警察没来 店老板不可能放他出来 他还在向路人挥手求救 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劫匪匪 劫匪意识到今天是跑不掉了 提前把手举了起来 等待警察进来逮捕 两分钟后警察到来 打开门给他戴上了银手镯 这名劫匪叫约翰贝尔 22岁 他被指控持枪入室抢劫 判处五年监禁 事后店老板表示 当被要求打开收银机 就意识到自己又被抢劫了 没错 他说的是用 这就是他给门窗装钢铁防护栏 把玻璃换成防弹玻璃的原因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请关注 小红书